金牌魚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膝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謝田博士文章 發表在大紀元新聞網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進入8月中旬的競選活動中 接二連三地提出很多政策主張 為一旦勝選2025年1月入主白宮後的美國政策 勾勒了越來越清晰的藍圖 其主張中的一些做法 例如開放聯邦政府的土地 以刺激美國房地產業的繁榮 可能不會大幅度影響美國整體的房市 但其政策中的20個核心承諾 振興美國的長期和短期的計劃 卻對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 及其對中國的政策和中美關係 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特朗普對應美國房地產價格連連上漲 美國民眾面臨負擔不起的危機 給出來的藥方是與各州政府合作 開放多處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 進行住房項目的開發 以壓低房價 具體來說 就是透過低地價、低財政稅、減少監管 來刺激經濟發展 令人人擁有自己住房的美國夢再度回歸 特朗普首先希望合作的對象 就是美國的奈華達州 奈華達州的州長喬伊·隆巴多 也表示願意與特朗普合作 特朗普認為 這個設想和他當年跟美國 南卡羅來納州聯邦參議員 提姆斯科特所完成的經濟機會區 的計劃有點類似 可以容易提振地區性的經濟發展 美國聯邦政府是美國名副其實家最大的地主 擁有並管理著6億4千萬英畝的土地 佔美國全部土地面積22億7千萬英畝的28% 奈華達州其實是美國50個州中的特例 因為它的全部土地面積 5,626萬英畝的80% 都是聯邦政府管理的 對奈華達州來說 開放聯邦政府的土地 無疑會對當地民用住房建設 駐入新的活力 會刺激經濟的發展 也會吸引到其他州的居民遷入此地 獲取難得的新時代的跑馬圈地的機會 特朗普的20個核心承諾 振興美國的長期和短期計劃 已經作為美國共和黨的黨綱 在2024年7月 在威斯康星州麥爾旭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為全體黨代表所支持評通過 共和黨最新版的黨綱核心承諾包括封鎖邊境 以助之非法移民入境 結束通脹 令美國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生產國等 完全是特朗普主義的標準風格 特朗普這20個核心承諾 其實可以歸納為三大類 高竹長 廣跡良 促清皇 眾所周知 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徵求大學士朱勝 對他平定天下戰略方針的意見 朱勝給他的回答是 高竹長 廣跡良 緩清皇 意思是朱元璋應該低調一點 要富國強兵 優養生息 意圖日後再起 首先特朗普的高竹長政策 就包括了封鎖邊境 阻止非法移民入侵 實施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驅逐非法移民的行動 停止外包 將美國變成製造業超級大國 和制止移民犯罪氾濫 摧毀外國獨犯集團 粉碎幫派暴力並封鎖暴力犯罪者 其中停止外包並讓美國成為製造業超級大國 必定會觸及到中共的語落 進一步加速供應鏈離開中國的速度 並令美中經濟進一步脫勾 並降低美國的依賴風險 其次 特朗普的廣席量政策 則包括結束通貨膨脹 令美國人重新負擔得起生活成本 令美國成為壓金為止 世界上主導性的能源生產國 圍攻人大幅減稅 不徵收小費稅 重建美國各大城市 包括華盛頓特區 令它再次安全、清潔和美麗 爭取並保證不削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同時不變更退休年齡 和取消電動汽車的強制要求 削減高昂成本和繁重的政府監管 第三 美國促清皇 或皇者歸來的政策核心內容 包括預防第三次世界大戰 恢復歐洲和中東的和平 同時在整個美國本土建造強大的鐵窮導彈防禦系統 並且全部由美國製造 加強美軍現代化建設 成為世界上更強大的軍事力量 維持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團結全體美國國民 達到新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水平 一些批評人士警告說 特朗普的關稅行動 可能會引發美國更嚴重的通貨膨脹 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通貨膨脹真正的原因 不是因為進口商品的關稅和加價 而是因為政府的大筆支出和大量印鈔 以及壓制美國能源的止級 導致物價全面上漲 通脹是目前選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也是拖累賀錦麗連任前景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聲稱 將會延長即將到期的減稅 並放鬆聯邦監管 特朗普同時也承諾保持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和中共牽頭的金磚國家集團 試圖失落美元、約化美元、取代美元的努力 很快就會短兵相接、迎頭相撞 面臨最後的大對決 特朗普也承諾在選舉後 將大幅調整美國的貿易政策 全面加徵關稅 包括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驚人的高達60%的關稅 和對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商品徵收10%的關稅 以填補對美國民眾減稅所帶來的空缺 這個舉措無疑會對中共陷入深深的衰退 甚至是對已經進入蕭條的經濟 再次給予一個沉重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其他在製造業回流方面 對外國製造的商品徵收基準關稅 取消特定國家的最惠國待遇 這些政策的直接目標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國 在國防方面 特朗普要令美國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 這個將加劇美軍和共軍在台海、南海、東海 擦槍走火的可能 是俄烏戰爭、亞爾戰爭可能繼續升級的今日 中共和美國基本上是處處作對 明爭暗鬥 從背後打代理人的戰爭 可能會慢慢轉向前台 並且雙方最終的直接交火 幾乎已經是可以預期的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啊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今天見到今天 吧 好了 好了 今天 這個 看到 我們 來了 南海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